20808 請副總 副總 吳安 品群好 全國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好 第二位是顧得頭顧的 何回正 陳醫師 回正午安 品群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台股今天是亮縮 但是指數卻能夠震盪收紅 排名上掌握 我們先來請教回正 好 那今天台股還是漲的 不過是小漲 而且它是收黑K 它結束了連續六天黑K的漲勢 今天只是拉尾盤 我們這幾天一直跟你們講說 這幾天一定要怎麼樣 放慢腳步 你在這邊的時候 8100 8200 我們這邊叫你們進去做多的時候 你們沒有做多 但是到了這邊8400 是不是 你值得你去這邊大學的加碼多單 這個的確是要再思考一下 我們怎麼跟我們會員講呢 直接來看這邊 這邊又是一個關鍵時間 標題 這是上禮拜五 標題直接說 又迎接多重轉折的12月天 老師 現在還在漲 你怎麼說要不要轉折了 沒有錯 這邊又有可能又有一個轉折即將要出現 最快就是這一兩天 最快就是這一兩天 所以說 你不知道它轉折到底是怎麼樣嘛 所以你這邊先稍安護照 不要急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怎麼跟你們講 不應預設立場 是不是 你不要猜它這邊是到底是往上還往下 上個禮拜五 余老師已經跟各位說過原因了 這邊呢 你前面沒有買的 你這邊很想追進去 我都知道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散戶這邊 是做空了 很多人都是在做空 這幾天空單大舉加碼 所以說它這邊到底是 你會覺得很疑惑 它這邊是要往上還往下 你不知道喔 其實 現在這個盤 它往上也可以 往下也可以喔 所以你不用急著去猜 你不用急著去猜 等它表態的時候 你在 它要做多 你就跟著它做多 它要往下的時候 你就要 減碼 甚至於做空下去 我給各位看這個 台股的K線圖更清楚 今年的盤震盪 不漲則已 一漲 哇 就是一波啦 一疊也是一波 在這邊震來震去 你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今年會賺不到錢 因為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你的轉折沒有抓對嘛 這邊這個轉折 你還在跟人家衝進去 看到外資的進多單 你衝進去 所以你會賠錢嘛 那殺下來的時候 你又看到外資的進空單 你又衝進去跟人家做空 你當然會賠錢啦 所以說這一波上來之後 這邊又急張 可能又有一個轉折要產生了 我們這邊先跟各位預告 所以說什麼 你要等它表態嘛 表態它到底是往上來往下 都有可能 所以說 謀定而後動 就是這樣子 有時候你沒有動作 並不代表說你沒有做好準備 你就是在等它那個訊號 所以說是怎麼樣 操作是一門藝術嘛 我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說到 你不用每天都要急著出手嘛 每天都要追漲停 每天都要去空殺跌停 這個操作邏輯 操作策略是不正確的 你就先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看它之後要怎麼走 等待也是一門藝術喔各位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 股票不用天天做 旗子也不需要天天做 有明確的訊號產生的時候 我們在一鼓作氣 要做多做空 很明確 很明確 你只要跟著指令動作 跟著我們的操作 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可能各位看到很多 驗證過的東西 各位都很明白清楚 你有什麼問題就打來諮詢 沒有問題 就看我們節目 你還在等待 那我沒有辦法 你一定是有問題 有疑惑產生 你再來找專家幫你 那這個專家 我相信我們深淺戰略 是最好的 那後續 今天台股的量能 雖然是小漲 但是它的量只有六百多億 後續台股怎麼看 我們交給余老師 好 十二月份的行情觀察 我們繼續來請教余世青副總 好 各位同志們 這是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漲到這個地方漲四十四點 那現在很多人都告訴你 這是一個回升 是一個回升 那可是到這個地方的一個證據 我們還是認為這是一個反彈 那這個反彈 有可能會變化成回升 有這個機會 到底是怎樣 這個禮拜的上半週就知道了 上半週就知道 到底是要往上走 到底是從這個地方往上走 還是這個地方往下拉回 那這個地方就進入一個關鍵 然後這個關鍵就是這個禮拜的上半週 上半週 原則上 調情測 原則上會過八 四 七 六 往上拉高 這個一定是架構在架空 架構在架空 然後這個是我已經大概是 好久之前我就把這張圖畫出來 然後把這個條件幫各位射出來 那我不知道 你散戶不知道是 我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也不知道 這裡做多被套下來 套下來就停損嘛 還停損的對 停損的對好 然後這裡呢 長上去 剛開始不相信 這煩大而已 這蓋不多久 這黏的又下來 慣性就是這樣 長上去又下來 長上去又下來 往上跳上去 還真的假的 還看不到亮 這連續兩天補到亮之後 開始怎樣 一去不回頭 這裡沒有買 這裡叫他怎麼買 當然不買了 他怎樣 開始 是由愛深恨 由愛深恨 你說那是你自己在講的 數據上根本就不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數據 來 這是禮拜四 禮拜四我已經注意到 這個籌碼已經出現很多變化 那你說什麼籌碼 說外資買了83億 這一波外資的多單買了非常多 這一波在禮拜四買了3600多口 可是同一時間外資的空單 也大幅度增加3700多 變成一個進步位 稍微有一點下降 可是這個地方下降 應該這裡要下降 但是沒有 這裡反倒增加 五萬一 這個籌碼就流到哪裡去 就有點奇怪了 李拜四還在那邊想想想 這個籌碼怎麼會這樣 這奇怪 跟拜五 真相大白 來 拜五 外資繼續買71 然後多單繼續買了3400 所以這一波完全是 他的多單推出來的 空單小圖庫增加53 那所以變成進多單增加 這裡增加 這裡增加 好 現在重點來了 那這裡增加 這裡增加 那請問誰賣給他的 他多單是買嘛 那誰賣給他的 這答案就呼之欲出 他偉大的散戶 要求了 我們偉大的散戶在放空 這會害這個運動 如果散戶放空 你想外出做多 散戶放空 現在外資是跟散戶很熟 跟你很好 否則他為什麼要賣多單 讓你走這一段 為什麼 他跟你又不是很熟 搞不好他如果繼續要做多 你真的會叫我尷尬 有沒有 這我很久之前說過 你真的假裝不可以這樣做 你偏偏這樣做 跟你講那個水是燙的 沒關係我摸摸看看 是不是真的燙的 你就搞怪 騎車放雙手就是這樣 你兩天沒敗會死嗎 就每天敗 敗 敗敗 你不賭 你賭也不賭對方向 學人家做空 還要這樣 你三個還沒贏 現在是我們來偷看 偷輸 夾平均就好 不然偷輸還要給人 得不償失 就是 散戶 散戶做空 外資很明顯的就是做多 他管你三七二十一 天天就是給你買多單 到最後誰會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誰會贏 我不知道誰會贏 但是我很希望散戶贏堂 說真的我很期望 散戶贏一次 但我不見得 我希望散戶贏 不是我站在散戶這一邊 散戶也看你什麼散戶 一盤散沙 那要怎麼贏 不然我們要考慮 如果有人喊口令 我們就跟著他做一下 因為沒有人喊口令 亂做 都是憑感覺的 用猜的 這誰要跟你一起做 我看就好 反正這 再看你一天而已 明天看一看 就知道要怎麼做了 當然我很希望散戶贏 我講真的 那散戶 真的 有沒有希望會贏 散戶你看清楚 你有沒有希望會贏 你聽得清楚 這是金融股 金融股我告訴你 這裡已經量家其養了 所以如果再疲開的時候 就有背裡的走勢出現 那個就短線的高點了 好 來 11月28號 跳上來了 然後量已經產生背裡了 那當然我們不能說 這樣子就死掉了 我們還要給人家時間去補量 結果呢 來 補不到量了 所以我們說 金融股的短線的高點 大概已經出現了 好 那今天這個量就更證實了 這個金融股 這個確定是補不到量 所以短線的高點已經出現 所以拉回或者整理是必然的 所以如果說大盤指數跟金融股 你大概散戶會安心 甚至如果它要再過高的話 那很好 那就是一個賣訓 它如果要再過高 那很好 那變成一個賣訓 所以應該是金融股 可以幫散戶一點忙 那除了金融股之外呢 還有一個東西可以幫散戶的忙 這就是稻窮 稻窮 稻窮這整個不要開 乾脆就不用開盤就好 就讓它休息 開那個半天的量 糟糕了 半天的量跟這裡的半天的量 好像比較大 那這樣子的話 今天的一個稻窮 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那我們再看Next Day 一樣喔 這一根線呢 也不大妙 整個稻窮就好 就要開盤 開這個 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現在這樣子 我籠統的跟你講 也不是籠統的 大概跟你講 你散戶要贏 就是要靠金融股 看會不會 稻稻 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 它也不能睡 注意就好 美國高一塊 稻稻 這樣不會 那都稻稻的時候 台北股市看會不會 稻稻 你就會爽一點 如果 它們都稻稻 台北股市不會 稻稻的話 你是不能靠堅持 你不是要硬堅持 到時候又嘎到這裡去 那是真的 阿布不會這麼像 那是真的會嘎起來 如果真的不熱 你不要拿來放空 那真的會嘎起來 大概麻煩就差不多了 所以我這兩天跟你講 這兩天看我怎麼走 主要是那個量家結構 因為量家結構 對 如果對的話 往上 往上的機會高 如果這個量家結構不對 都往下距離高 所以這兩天 好好把那個量家變化 盯緊一點 我也是 手腳連手 我也是準備要出手 但是我不會那麼笨 我是看大戶 大戶往哪個方向 我就往哪個方向 因為大戶是這一波賺最多了 我一定要跟那個會賺錢的人 我才不要跟那個低檔 不敢做多 高檔才在放空的那些 有愛甚恨的人 但是還是祝福你們會贏 好不好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回來 繼續幫大家分析 謝謝 謝謝 吃麻辣鍋 又喝酒 讓你的胃不舒服了嗎 還好 我有準備 極味腐蝕凝膠 極味腐蝕凝膠 迅速包覆你的胃 有效治療會癢 極味腐蝕凝膠 為你 保護為你 爸爸 沒有煙味 我好喜歡喔 老公 謝謝你 黃叔 阿公為你開婚喔 沒吃婚 身體也比較健康 這才是我的理想情人 無煙 無愛 為了愛 二代戒煙 請插0800 636363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 關心您 爸爸要出國了 要各位聽媽媽的話 那是當然 老公 小公那一番是要小心喔 老公 我忘了告訴你 你的極味腐蝕凝膠 我請幫你混在包包裡喔 極味腐蝕凝膠 迅速包覆你的胃 有效治療潰瘍 極味腐蝕凝膠 為你保護為 水秀山林 古韻驚蝕 美好江蘇 歡迎您 您現在收看的是 東升台經新聞 除舊營 除舊營心 選對窗簾 好運連連 換窗簾 找龍美就對了 龍美窗簾 水秀山林 古韻驚蝕 美好江蘇 歡迎您 陳太太 這麼多保險交款通知書喔 就怕保不夠 等一下落高啦 陳太太 沒這麼麻煩 一張康建人壽全力依附專案 包含生病住院及意外住院 超過三百四十項大小手術也用得上 連小手術不用住院的也可以喔 最正的就是 不管理賠多少次 十年期滿 還能領回一百倍住院日額 一百倍喔 你也全力依附一張全包 看我這樣一項一項更貴重 保得多不如保得好 喜歡領回更實在 馬上播0809 080959 好 歡迎回來生前戰略大盤的後事觀察 我們現在請教輝正 好 那剛才余老師有跟各位提到兩個重點 是目前大家最最重要的要關注的 第一個就是金融股 第二個就是美國股市 各位 金融股的看法 你看我們節目就沒錯 我們是少數 我相信非常少數 這兩年金融股從底下 報上來到現在都還沒有出的團隊 金融股我們前兩天就跟大家說過了 這邊可能會震盪要休息要整理了 而且新聞我不是只報喜不報憂 這兩天的確是有出現一些 關於金融股一些負面消息 今天又出來了 各位看這邊 這個消息 這是今天的 雙卡金檢全面啟動 現金卡 信用卡 發卡銀行是否賺取暴利 年底變知曉 他這個年底他根本就是 這個月是12月 最近就知道了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各位 你在金融業你就知道 金融業最怕什麼 主管機關 動不動就給你一個金檢 金管會 金檢局 頭皮發麻 大家搞得人養麻煩 金融業最怕就是主管機關 所以他現在要精簡這個 你不管你金融股之前再怎麼衝 這一兩天就是要給他面子 他就是要休息 這是一個暗號 所以前兩天我們就跟各位說到 金融股要休息 我們是先知 我們早就知道了 所以說在金融股休息的情況之下 這兩天上來是靠什麼東西 靠鴻海集團 我們之前就很早以前 就跟各位提到鴻海的重要性 鴻海之前兩三個月都不會動 那是奇怪 財報出來也是OK 非常好 這兩天終於動了 還我們一個公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各位 答案就在這邊 這一個 各位看一下 這是蘋果 蘋果電腦 Apple的走勢 今年最低點就在這邊 7月 7月這邊 7月 390這邊 390這邊 一路漲 一路漲 上禮拜五收盤 蘋果股價最高 546 從390到546 它漲了多少 就半年的時間 它漲了40% 那它漲了40% 你要想說 排骨什麼跟Apple的連動性最高 除了大力光之外 那就是鴻海 鴻海就是它最大 蘋果就是鴻海最大的客戶 蘋果這樣一波漲上來 鴻海它要不要漲 各位 你去想這個問題 所以說這兩天 終於還鴻海一個公道 這兩天 它是怎麼樣 上禮拜五一跟長紅 長紅突破這三個月的區間 盤整區間 被它一個帶量的長紅突破 它帶量突破三個月盤整區間 現在已經來到 這也是最近的高點 70%塊多 但是這個幅度還不夠 你剛剛看到它蘋果 蘋果的股價 今年漲了40% 它這邊最低68 這邊最低68 這樣漲上來 漲10塊錢而已 10塊錢 漲10塊錢各位就知道它 多欲足了 漲十幾%而已 所以我們轉折都拿捏得非常清楚 什麼時候金融要動 什麼時候電子要動 電子要動的話要靠什麼動 台積電休息的話要靠 台股要上來 既然你台股要上來的話 要靠什麼動 當然是要靠鴻海集團 這個大型的航空母艦 所以說我跟各位說 我們會幫各位抓到在對的時間點 動到對的族群 這個我們一樣抓得到 那後續台股要怎麼看 余老師幫我們解答 好 旁邊上官方向 我們繼續來請教余世青副總 好 這個散戶偏空在操作 這是這個行情裡面的一大變數 第二個 這個散戶為什麼會偏空 這個媒體應該有證明 因為媒體現在每個人都在報導 這個GDP保惡不成功 剩下1.74 用170 1.74比170 所以說台灣沒有未來的 台灣怎樣 你老是拿那個什麼GDP 來講這個現在目前的經濟 那根本的 那個一定是不懂財經的 發出來的新聞稿 這是 先看有地勢的人 我剛才說 我知道GDP的意義 GDP那是統計的 那是落後的 它不是領先指標 它是落後指標 夭壽 你拿落後指標來做基層 我們下的力 指標分落後指標 你拿到同時指標跟領先指標嗎 對啊 你最起碼也說 今天要看現在的指數 你也找那個同時指標 你拿落後指標來操作基層 厲害 你今天不能因為 一起死 所以說去放空 那是不會一起死 我看得很好 怎麼說 今年壞就是這樣 明年更壞也不會比174更壞 對不對 明年只要稍微比今年 數據好一點點 GDP就是上來了 所以因為是基期的關係 所以你不要那麼 1.74 你可以說 怎麼樣 一定要做空 沒有那回事 你不能用落後指標 那是我們大家參考一下 你早就知道 他不知道 我們的總統說 對數據 一點比數據更差 對做八年 做五年 我們都這樣 不然就比比較好 用膝蓋也知道 來了… 如果不會參考一下 算是半空只剩 金融股會看的 對不對 金融股熱呢 基層怎麼會再起7點 因為這個在起 對不對 這個在起 這個在漲 那為什麼那個在漲 那個廢話 因為這一波的行情 它已經漲很久了好不好 對不對 電子股撐起最近的盤勢好不好 已經一個台積電已經夠強了 又來個洪海 好 那你現在回頭想想 當時候在這裡 我還要講 剛才深淺戰略在這裡講 跟你講虛破而已 剛才這個 我們這樣說虛破而已 到現在我去多少 那個時候 如果你說有說台積電 台積電又在夭壽 叫我又 那夭壽牆了 你看 高檔震盪整理量馬上縮掉 這個已經在整理了 那整理完如果再漲的話 你看會不會嘎死 那怎麼樣先去買台積電 不用啦 不用買台積電 你去買買這個 這個還看不太清楚 我們來看這一張圖 這一張圖就很清楚了 76塊就是一個底部了 然後突破警線是代量 你現在找這個啦 找這個剛剛突破了 這個股票一大堆啦 電子股這裡一大堆啦 好 那現在做一定還來得及啦 你放心啦 為什麼 假設這裡要漲這一段的話 那一定是架構在什麼 金融股背離嘛 電子股繼續漲 對不對 那金融股背離 能夠背離多久 所以主要還是漲電子 所以你這裡萬一 如果是漲這一段的話 你做電子股還是對的 好 萬一有轉折 要往下的話 那誰要先跌 當然是金融先跌嘛 所以你還有時間來得及跑 所以你現在做多電子股的 一個底部成型的個股 還算安全 好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一直在跟你強調 這兩個轉折很重要 其實這裡啦 這一段跟這一段 坦白講 你說會算多少嗎 我覺得有限 我覺得有限 會 就算從這裡開始跌 又會跌多少 也有限 幾百點而已 不會說給你賺幾倍 賺幾倍 那是重點來了 你這個地方如果做錯的話 如果假設 這個盤你現在做多 往下跌 好 做錯這一段 你在這裡怎樣 真正可以買的時候 尤其有嚇死 原來這一波最大段的賺不到 明明看多又賺不到 因為這一波跌怕了 做錯了 所以錯過這一波的時間 好 那假設你往上看 往上 往現在開始往下看 然後盤又往上嘎 往上嘎的時候 你過高你一定受不了嘛 量又出來你一定受不了嘛 你會停損 停損之後呢 開始這一段你就錯過了 錯過了這一段的時候 這一波的一個大轉折 你同樣會錯過 所以這一波呢 是給各位賺信心的 探信心 信心如果來的時候 別人不敢的時候 你大膽出手 你就是市場裡面最大的贏家 所以現在要注意 要把你的信心贏回來 要把你的資金贏回來 年底我們要創造一波大的行情 好不好 好好把握 好 非常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也提醒觀眾朋友 節目當中的資料 請供參考 投資朋友下度去判斷 省慎評估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好 水秀山林 古韻金輝 美好江苏 欢迎您 爸爸 没有烟味 我好喜欢哦 老公 谢谢你 我孙 阿公为你开婚哦 不吃婚 身体也比较健康 这才是我的理想情人 无烟 无爱 为了爱 二代戒烟 请唱0800636363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77到甘拉玩雪 从东京出发只要77分钟 在台湾预定 一下新干线就可领取装备 77 哇 东京出发77分钟EasyGo 立即上网搜寻东日本铁道假期 月动轻盈 魅力变形 ASUS T100变形笔电 到甘拉玩雪 东京出发77分钟EasyGo 立即上网搜寻东日本铁道假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关心 转发 打赏 blog 打赏 转发